如今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例会糖尿病的人群已从80年代的0.67%升高到2010年的11.6%增加了17倍,但究其原因,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别着急,看完下面这篇文章,你就全都明白了糖尿病发病原因。 一,长期的精神压力,现代社会生活的高节奏性即适时的变化不定,过度的学习及工作压力,均可造成人的紧张情绪。 长期处于精神紧张及高压力状态下,会使你的糖尿病下重,正是导致糖尿病的病因之一。 二,遗传因素,一型火,二型糖尿病,均存在明显的遗传意志性。 糖尿病存在家族发病倾向,一除一四减一除一二,患者有糖尿病家族时,临床上至少有六十种以上的遗传综合征可犯有糖尿病。 一型糖尿病有多个DNA胃点参与发病,其中以HLA抗人基因中,DQ胃点多胎性关系最为密切。 在二型糖尿病已发现多种明确的基因突变,如胰岛素基因,胰岛素受起基因,葡萄糖精美基因,线粒体基因等。 三,饮食因素,我们的粮食越吃越细,现在精白米面是我们经常选择的,可精米精面几乎不含纤维。 吃进体内,很快被消化分解代谢,会让血糖激素升高,但活动量越来越少,这些吸收的葡萄糖不能被马上消耗掉。 活跃的胰岛素只能把盈余的葡萄糖储存起来,但如果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热量总消耗不掉,就造成了胰岛素相对温密不足,血糖值就越来越高了。 身体若是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,便会得糖尿病。 四,服用负胜皮质激素和降压力尿剂。 俗生所说人体内过多负胜皮质激素会用发火加重糖尿病,而降压力和力尿剂,会导致体内变血至紊乱加重糖尿病。 这也属于引起糖尿病的病因。 五,手术及重大创伤。 手术、麻醉以及病人受到重大创伤时,对肌体都是引起因素,均可使身上腺素及糖类皮质类固醇分泌增多,使血糖升高。 如果是糖尿病一发人群即可有发糖尿病,正常人群临际状态过后,血糖便可恢复正常,这就是导致糖尿病的病因之一。 第二,环境因素即是过多,请以活动减少导致的肥胖,是二型糖尿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,使具有两型糖尿病遗传一感性的个体容易发病。 一型糖尿病患者存在免疫系统异常,在某些病毒如科萨奇病毒、疯者病毒、栽线病毒等感染后,导致自身免疫反应,破坏胰岛所被解细胞。 七,润身,糖尿病的病因含有润身期的激素如蜜乳素,生长激素,磁激素,病激素,肾上腺脾脂激素分泌增加。 另外,胎盘可产生胰岛素酶,加速胰岛素的降解,同时近年有报道80%的孕妇的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,这些糖尿病的病因也是降为常见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之前跟 listened月经、频道订阅本频道。 谢谢大家